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欢迎阅读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3年6月19日,在TheChina Brief 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最新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新闻,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独家、军委副主席张又霞是谁? 张又霞的父亲张宗迅,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出生地都为陕西省为难事 国共内战期间,张宗迅与习仲勋是军事指挥搭档 由于父辈的亲密关系,张又霞与习近平是孩童时期的朋友 本届政治局委员中,张又霞是与习近平相识最早的 1950年出生的张又霞,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一线部队 他1968年参军,从基层做起 参加了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中越战争的西线作战 且在老山战役中战功卓著 凭借此战资历,张又霞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具有实战经验的高级将领 中越战争后十多年,张又霞一直在驻守中国西南的十四军和陆军十三级团军任职 2005年,张又霞离开中国西南,调任北京军区副司令 并于两年后升任沈阳军区司令 2012年,张又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并于当年底的中共十八大上成为中央军委委员 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张又霞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排名第二的中央军委副主席 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上,张又霞以72岁的年龄,破例留任,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排名第一的中央军委副主席 成为现役军人中在政界和军界职务最高的人 选择合作或冲突,中国警告美国 电报 中国最高外交政策官员王毅警告美国要在合作或冲突之间做出选择 该声明是在与正在中国进行为期两天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会谈期间发表的 王海表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妥协或让步的余地 近年来,美中关系因贸易、技术和台湾问题而恶化 预计布林肯辞访不会取得重大突破,但旨在重心建立两国高层外交接触 中国新任总理抵达德国开始首次出访 彭博社,中国二号人物李强周日抵达德国 这是他担任总理以来的首次出访 因为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试图防止与欧洲的关系恶化至于美国达到的低点 李强还将与奥拉夫·舒尔茨总理会面 据中国外交部称,李强随后将前往法国与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总统举行会谈 在欧洲期间,他还有机会与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交谈 因为两人都计划参加本周在巴黎举行的发展金融峰会 陪同中国总理访问欧洲的是中国经济计划署署长郑诈杰和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他们不在中国可能意味着任何预期的经济刺激措施的宣布都将推迟到李强计划于周五返回之后 王毅告诉布林肯,美国的错误认知是关系恶化的罪魁祸首 南华早报 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敦促美国深刻反省并管控于北京的分歧 将不断恶化的关系归咎于华盛顿对中国的错误认知 王毅呼吁美国解除对华制裁,停止打压中国科技发展,不要干涉北京内政 他强调,维护台湾的国家统一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没有妥协的余地 王毅还呼吁美国不要误判中国,认为中国在寻求主导地位 王的评论是在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会谈之前发表的 香港国泰航空扩大说普通话的员工 日经亚洲 根据首席执行官的一份内部备忘录 国泰航空计划从中国大陆聘请讲普通话的机组人员 并在其飞往中国大陆的航班和国际航线上增加普通话的使用 此举旨旨在增加航空公司机组人员社区的语言覆盖率和多样性 该决定是在三名空乘人员因一位英语被机组人员嘲笑的客户投诉而被解雇后做出的 国泰航空计划在今年招聘3000零星员工 并希望到2021年底能够以70%的运力运行航班 布林肯为重振美中关系迈出第一步 半岛电视台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北京会见了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 两国正在努力改善紧张的关系 会谈之前 布林肯与中国外交部长秦刚进行了类似的讨论 美国国务院称其为坦诚、实质性和建设性 布林肯与王毅的会谈重点是增加美中商业航班 促进人文交流 虽然这次会议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象征性的 但鉴于预期较低 他被认为是积极的一步 布林肯此行是自2019年以来美国官员访问中国的最高级人员 此前美国和中国官员之间的接触已增加数月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希望 在未来几个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高盛、瑞银因刺激空间有限下调中国GDP预期 南华早报 高盛和瑞银下调了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 表明大规模刺激的可能性不大 高盛已将其2023年的增长预测 从6%下调至5.4% 而瑞银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将增长5.2% 而此前的预测为5.7% 此次修订是在中国上月公布的主要经济数据不及预期 以及央行意外下调两次政策利率之后做出的 分析人士表示 需要采取更多刺激措施来维持积极影响 并恢复投资者信心 中国总理访问德国巩固混乱和变化中的关系 南华早报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已抵达柏林 进行旨在加强中德关系的国事访问 李强将在巴伐利亚州会见德国总理孝尔茨和总统施泰因麦尔 并出席商务会谈和参观企业 此次访问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舒尔茨于11月会晤之后进行的 会晤期间两位领导人同意将双边合作 扩展到新能源和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 德国最近发布了有史以来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 将中国称为系统性竞争对手 印度和美国准备不仅仅是朋友 日经亚洲 印度到底是什么 一书的作者卡兰·梅赫里希表示 美国和印度有可能走到一起 形成一个更强大的联盟 马瑞士认为 印度可以成为美国与全球南方重新接触的门户 并证明民主仍然具有相关性并值得效仿 他表示 印度需要一个稳定可靠的合作伙伴来加强其抵御中国侵略的安全 美国可以从与印度更紧密的结盟 并获得其他民主盟友的支持中获益 中国C919 大型邮轮彰显中国先进制造进步 南华早报 随着低价国产客机和邮轮的研制 中国在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窄体客机C919于5月底进行了首飞 而大型邮轮Adora Magic City于6月6日离开了上海码头 这些成就是中国在高附加值产业链上更加自力更生 在中美科技战中取得优势的一部分 不过 C919和Adora Magic City靠的是国际合作 C919由超过400万个零件组成 其中许多零件来自海外 一些组件需要获得美国商务部颁发的许可证 如果华盛顿加强对中国的出口管制 这可能会使生产面临风险 阿多拉魔法城需要大量的零部件 由于缺乏国内经验 大部分零部件不得不进口 欧洲将使用五种工具来对抗中国的地缘政治崛起 彭博社 欧盟正准备公布其经济安全战略 旨在保护欧盟免受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经济胁迫 该战略将概述欧盟面临的商业和安全风险 应对这些风险的政策措施以及新保护措施的选择 欧盟迟迟没有意识到他对俄罗斯的依赖 当克里姆林宫去年入侵乌克兰时 欧洲面临着创纪录的通货膨胀和经济灾难 然而 成员国对于中国展开贸易战犹豫不决 中国是几个欧盟国家的主要商业伙伴 欧盟已经实施或正在考虑多种工具来确保其经济安全 包括反协破工具出境和入境投资审查港口战略和推动贸易协定 新西兰总理西普金斯访华会见习近平 路透社 新西兰总理克里斯西普金斯宣布他将访问中国 他将率领一个贸易代表团 其中包括该国一些最大的公司 访问期间 西普金斯将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讨论将涵盖气候变化 经济稳定 区域和全球安全 人权以及乌克兰战争等话题 24只港股开始以美元和人民币交易 南华早报 香港和国际投资者已开始使用离岸人民币基金买卖香港24家上市公司的人民币股票 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双柜台模式让这些公司除了港币柜台外 还有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 这些公司的股票占香港交易所总市值的35% 占总营业额的40% 最初只有香港或国际投资者可以交易人民币股票 但未来将允许大陆投资者通过港股通交易 英特尔将金元厂在以色列扩张 以实现供应链多元化 南华早报 英特尔已同意在以色列建立一个新的制造工厂 这是这家美国半导体公司努力使其生产来源多样化的一部分 以色列财政部和总理本亚明内塔尼亚胡宣布的初步协议 将是英特尔扩大其在该国的制造能力 该设施将用于金元制造 以色列已经是英特尔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新工厂预计将于2027年开始运营 并为英特尔目前在以色列的员工队伍增加数千个工作岗位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 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汇总 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 包括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 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 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 和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